现在这一圈的交叉长针已经勾好 勾完之后取一下记号扣 穿到这一针里 也就是我们开始起的三个辫子 第三个辫子的中间这样穿针过去 绕线勾出勾引把针连接 这一圈勾完之后呢 针数是不变的 这里只是一个交叉的勾法 然后接着我们勾第28圈呢 勾一圈短针 首先绕线勾一个变的针 作为短针的起离针 穿到刚刚引把的这一针里 这样穿成过去 勾一个短针 在第一针上挂上记号扣 这一圈我们就不加不减的勾一圈短针就可以了 接着下一针 看一下就是这个斜过来的这个长针 上面的这个针目 针目是一个小变形状 两根线的这样穿过去 勾第二个短针 接着下一针穿过去 勾第三针 下一针第四针 这一圈就是每一针里去勾一个短针 大家把这一圈呢 完成勾到这边结束位置 28圈短针勾好之后呢 然后在这个最后一针上挂上记号扣 和第一针连接穿到第一针里 然后绕线勾出勾引把针里接后边拉紧 接着勾29圈呢 是一圈交叉长针 首先我们把这个第一针记号扣呢 给它取下来 取下来之后呢 在这个线的后方这样给它挂到第一针上 给它移到后面这样挂上去 然后接着我们勾针穿到第二针里 穿到第二针 然后绕线勾出勾引拔 前面线从后面线里直接勾线过来 这里就是给它过渡到第二针位置 然后呢再起三个变子针 绕线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起好三个变子之后呢 然后把这个记号扣给它取下来 就挂在这个第三个变子上 小变子中间挂上去 这里就算一个长针了 然后我们就回到刚刚记号扣标记的这个位置 比如我们前面的这个第一针地方 勾针这样绕线 穿到这一针里穿过去 绕线勾出勾长针 这就是这一圈的第一组交叉长针了 这样勾出的花形呢 它和前面这个交叉长针呢 是对应的 然后接着后面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里呢还是要给它空一针 在下一针呢勾一个长针 然后接着回到刚刚空的这一针里 再勾一个长针 这就是第二组了 那这个勾的方法呢 就是和前面是重复的了 和这里是重复的 大家呢把这一圈的交叉长针 勾到这边结尾位置 现在二组线勾到最后 好空一针到记号扣这针 勾一个长针 回到空着的这一针里 再勾一个长针 这一圈呢就勾完了 然后在这个最后一针上挂上记号扣 和记号扣这边连接 穿到这一针里勾出来勾引吧 然后第三十圈呢 还是勾一圈短针 取下记号扣这一针 首先勾一个遍 在这一针穿到这一针里 勾一个短针 第一针上挂上记号扣 然后接着呢 看一下这个起过来的长针 上面对应的这个针目 这样穿针过去 勾第二个短针 下一针穿过去 勾第三个短针 这一圈就有每一针里 去勾一个短针 把这一圈呢勾到最后 现在第三十圈一圈的短针呢 已经勾到最后 取下最后一针记号扣 穿到这一针里勾短针 这几圈的帧数呢是不变的 每一圈都是一样的 在这个最后一针上 挂上记号扣 和第一针连接 穿到第一针 绕线勾出勾引吧针 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勾这个冒岩的画形部分了 首先我们是起三个辫子针 绕线勾一个辫子 第二个 第三个 然后接着呢 在第二针位置 勾三个长针 那这个第一针上的记号扣呢 我就取下来了 然后在第二针位置 绕线穿到这一针里勾出来 好 绕线勾过前两个 再绕线勾过后两个 一个长针 还是这一针位置 勾第二个长针 绕线勾第三个长针 这样在这一针里面呢 是勾了三个长针 这里的起针呢 三个辫子 它是算一个长针的 就把它当做一个长针 那这样一个长针 然后在这一针里勾三个长针 这就是第一组画形了 然后接着再看一下第二组 好 第二组的勾法呢 我们这样 接着勾针是从下一针 这样穿针进去 然后勾针头再从这边呢 后面给它这样穿针出来 勾一个外勾长针 那这个外勾长针呢 它是占了这两针的 勾完外勾长针之后呢 然后我们在下一针里勾三个长针 这就是第二组 占据了三针的位置 好 那看一下这个外勾长针的勾法 我把这个标记呢拿下来 勾针这样绕线 下一针穿针进去 然后勾针头再从下一针穿针出来 你看这个线呢 是挑在这个勾针上的 然后勾针这样绕线 把线勾出来 从这个缝隙里这样给它勾线出来 稍微这样带出来一点 然后勾针绕线 勾过前两个线圈 勾针再绕线 勾过后两个线圈 这就是外勾长针的勾法 勾完之后 它这个针型的高度呢 和前面针型是差不多的 带线的时候自己控制的均匀一点 然后接着呢 在下一针就是这一针位置呢 勾三个长针 那就在这一针里道线 穿过去勾过来 一个长针 第二个长针 第三针 好 这就是第二组了 然后后面呢 我们都是重复第二组的勾法 把这一圈呢完成 再给大家演示一下第三组 第三组呢 勾针从下一针穿针进去 然后勾针头再从后面 给它穿针出来 勾一个外勾长针 勾完之后 在下一针地方呢 勾三个长针 你看是占据三针的 那看一下第三组的勾法 勾针这样绕线 下一针穿针进去 然后再从下一针穿针出来 好 这是占了这两针 然后绕线 从这个缝隙里 这样给它勾出来 稍微的往上带一点 然后绕线勾过前两个线圈 再绕线勾过后两个线圈 这是外勾长针 然后接着在下一针里 勾三个长针 一 二 好 三 那接下来呢 大家就是按照这样的方法 把这一圈呢完成 接着就是下一针里 穿针进去 再从下一针穿出来 勾一个外勾长针 再下一针里呢 勾三个长针 一组花形 它是占据了三针的位置 好 大家把这一圈呢完成 后面都是重复部分了 望远第一圈勾到最后 这里还剩四针 然后我们再勾最后一组花形 那这个最后一组花形呢 我们入针的位置 这样给它移一下 接下来是空影针 直接在下一针里 穿针进去 勾这个外勾长针 以这个最后的三针呢 给它这样勾最后一组就可以了 勾成这样绕线 空影针 下一针里穿过去 勾针才从下一针里穿出 好 绕线勾出 勾外勾长针 然后接着就是到 刚刚介绍扣这个最后一针里 勾三个长针 这样这一圈呢就完成了 望远第一圈完成之后 一共有三十六组花形 大家自己检查一下 检查的时候 就看这个三长针的花形 一二三四输过来 到这个最后一组 然后接着我们就开始勾这个 茂盐呢 我们勾完之后要给它连接哈 看一下 接下来就是我们在勾花形的时候 它这个连接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就是你一圈完成之后 连接呢 我们就是这样 勾针从 这个三个辫子 边上的缝隙这样穿出来 穿出来之后 让勾针绕线 把线勾出 勾引拔针 前面线从后面线里 直接勾线过来 这个呢是勾了一个 外勾引拔针 这样勾出的效果呢 就是这个三个辫子 针形也是稍微调高一点 它是和长针的针 外勾长针的针形差不多了 勾出这样一个形状 然后接着我们勾 茂盐的第二圈 首先呢 起三个辫子针 花形 茂盐的花形部分呢 我们每圈开始 是起三个辫子针 起好这个高度 再就勾花形 然后接着在上一圈 三个辫子边上的缝隙里 就是这里 勾三个长针 那这就是第二圈的 第一组花形了 然后接着第二组呢 我们看一下 就在这个外勾长针上 勾外勾长针 那勾针绕线 在这个外勾长针 右边的缝隙里穿进去 左边的缝隙穿出 你看将这个针形呢 是挑在这个勾针上的 这个呢也叫立柱 这样穿过这个 外勾长针的立柱 勾针这样绕线 把线勾出来 然后勾外勾长针 然后接着边上的 外勾长针 边上的大洞里 勾三个长针 接着勾第三组 勾针绕线 看这个针形 外勾长针呢 右侧穿进 左侧穿出 将这个立柱 挑在勾针上 然后勾针绕线 勾出 勾一个外勾长针 就在我们上一圈的 花形的基础上 去进行勾之 这样 后面的每一圈 进行勾之的时候 旋转花呢 它就这样形成了 然后接着我们再继续勾 边上的大洞里 勾三个长针 那接下来 这一圈呢 大家就是按照 这样的方法勾过来 就是按照这里的方法 外勾长针上 勾外勾长针 在外勾长针旁边的 这个大洞里勾三个长针 这里我们这个三个长针 不用管它 就在这个孔隙里 勾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后面 茂延部分 我再给大家讲一下 如果说已经掌握方法的部分 你可以先把 茂延的后面几圈 先完成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茂延的第一圈 好 然后是 从开始的起针 三个辫子 这里呢 我找一下这个位置 在这里 开始的起针 三个辫子 然后接着是勾了 三个长针 然后是外勾长针 三个长针 外勾长针 三个长针 我们前面已经勾完了 然后接着是勾第二圈 开始起针的三个辫子 在三辫子 边上的大洞里 直接勾三个长针 你看一二三 这是第一组 然后接着第二组呢 在外勾长针的针形上 勾外勾长针 它就形成这个花形了 然后边上的大洞里 去勾三个长针 按照这样的方法 那接下来呢 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规律 我们在勾之的时候呢 这个一二两圈 是按照外勾长针 三个长针的规律 然后接着三四五 三圈呢 是外勾长针 四个长针的规律 然后接着六七八九 这几圈呢 是按照外勾长针 五个长针的规律 去进行变质的 已经掌握方法的朋友 可以把贸源花形的 这几圈呢 先完成花形部分勾完呢 这个帽子 基本上就是勾的差不多了 然后每一圈的开始呢 都是要先给它 起上三个辫子 起到这个高度 再去勾这个花形 开始的起针方法 是一样的 后面就按照 刚刚讲解的这个规律 去进行勾之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大家可以自行 把这个贸易的花形部分呢 这样勾好 勾完这个花形的圈主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 后面讲解